警方抓车手动作之大 让民众以为说是不是发生了打架纠纷 张话警方肩获勤姿 说有一名男子在园林火车站 行为相当可疑 怀疑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 发现男子正要买票离开 立刻上前歹人 将他压制在地 而路过的民众还以为说是发生了打架事件 事后园警也在男子身上查获了诈骗来的30万人陷阱 园林火车站的售票出钱 一名男子鬼鬼祟祟行迹可疑 便依远警获报到场 二话不说锁定嫌犯 一把上前将人压制制服 男子被五六名远警团团包围 只好乖乖配合趴在地上 远警歹人动静之大 引起路过民众注意 有人看到其中一人被压在地上 还以为是发生了打架纠纷 为什么这样趴啊 原来这名23岁灵性男子 假借检警名义 骗被害人说涉及了洗钱案件 成功诈骗得手了30万元 取完款之后来到了火车站 正准备要搭车离开 没有想到这一切早就被警方掌握 原警接获报案后 立即前往远远火车站埋伏 并进行盘查 当场查获犯险及现金 新台币30万元 原警应有而上拦截嫌犯 从他身上搜出骗来的30万元现金 也成功了帮被害人保住 辛苦继续 解档贸 账华报导